Hello 大家好 我是奧月 之前跟大家看了一款免費遊戲 其實還有幾款免費遊戲 這個PS Plus 這款是Alienation 就是玩一個射擊遊戲 但不是第一新的 是一個45度的射擊遊戲 操控方面都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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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蠻... 手機遊戲都曾經有過操控制 用了兩顆蘑菇去控制射擊方向 畫面比想像中好 而且有中文 這個是蠻...驚訝的 因為下載的時候沒有想過有中文 以為是英文遊戲 一開看到有中文也不錯 前面那些什麼教學那些... 我先飛了 跟大家看看這個... Gameplay 裡面進去的話 你一開始可以自己玩 或者跟你的朋友一起玩 最多可以四個人玩 那就要邀請朋友進來房間裡 它控制方面 就是...左邊那顆蘑菇 就會控制移動 右邊那顆就控制射擊方向 然後再按L2去射擊 那...它... 這個... 這個... 這個傳統一點的... 角度呢... 就... 我個人來說就蠻喜歡 因為之前玩Diablo 都是在玩這些角度的 以前那些... 舊式Online Game 都是玩這個角度 所以這遊戲我是OK的 而且它免費來說呢... 我覺得... 是有驚喜的 就是... 這個月的免費遊戲來說呢... 兩隻的感覺都不錯 都... 都... 好過往年給一些... 沒有人懂得玩 或者沒有人會玩的遊戲來送啦 那... 我現在有一點良心啦 那... 繼續看回遊戲啦 那它一路呢... 就要在地圖裡面去探索啦 然後呢... 其實它是有個... 白色箭墜讓你跟著去... 做任務 這樣它都有一點點劇情的 那... 模式方面呢... 它總共有... 好像有五六個模式 那...有點像Diablo 那... 那...為什麼像Diablo呢? 因為它... 它可以出技能啦... 我現在出個炸彈 可以一下子炸走那些怪啦 那它的怪呢... 就超瘋狂 不斷衝過來 好像喪屍那樣的 而且... 數量呢... 是多到... 很可怕的... 那...為什麼會... 它是... 像Diablo呢... 因為它是... 要不斷重複玩這些的任務才可以的 因為它每一個... 關卡裡面呢... 它都有整... 四至五個難度呢... 是去給你挑戰... 有些... 即是... 後面那些難度就要你挑戰了 第三個難度以上呢... 才可以再去... 再去... 這樣... 算是... 這樣... 那你就不斷撿一些... 新的武器啦... 還有... 升一下一些技能啦... 升等級的啦... 強化自己啦... 那麼... 撿武器方面呢... 它就會告訴你... 究竟你現在撿到那件東西 究竟是不是... 呃... 高攻過現在用的那件... 那麼... 大家看到呢... 射擊完之後呢... 它是要補彈的... 它不是無限的... 那麼下面有條巴呢... 就看到有舊綠色東西的中間 如果你可以在那個... 剛剛那條巴去到綠色的位置呢... 你按到那個R3的話呢... 你就可以馬上補彈... 要不然就等到整條巴都滿了... 那麼這幾秒都挺漫長的... 這裡... 因為那些怪真的很恐怖... 不斷撲過來的時候呢... 真的... 人會有點急的... 那麼... 做到一個氣氛啦... 不斷衝過來的感覺... 還有可以... 還比無傷啦... 其實它殺人的數量... 那麼... 有幾招的... 有近攻... 就... 有個圈圍著自己這樣... 然後有遠攻... 還有剛剛那個... 炸彈... 暫時是這樣啦... 那麼... 後面呢... 可以再學招的... 例如... 之後可以學一招護盾啦... 這個坦克角色這樣... 那麼... 為什麼選坦克角色呢... 純粹因為它是黑色的... 那麼... 我未知它之後可不可以... 轉其他的角色... 可能要重新升個level... 都不一定... 那玩下去呢... 這個遊戲... 如果跟朋友一起玩... 四條人在喊... 我覺得應該都不錯的... 它本身就是設計來... 多人玩的模式... 那樣... 但是... 它也有少少故事劇情... 不過... 佔很少部分呢... 基本上在地圖上... 跟著箭嘴走... 就對著劇情... 都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麼... 看到右下角呢... 就有那個level... 那麼... 就要打怪星level... 那麼... 那麼... 那邊呢... 它算是無限... 炸彈的... 但是... 要等它補充... 那麼... 等... 都... 很漫長... 好像都要等半分鐘... 才可以補充一個... 即是你... 不要想在同一次戰鬥... 可以用到幾個... 哎呀... 撿漏了一些槍... 喂... 說話... 那畫面也是那句... 都不錯... 你看到直升機都做得很細細... 我覺得... 以... 這一種遊戲來說... 算是... 好好的了... 真的... 那這個遊戲... 我相信我之後會繼續玩... 真的不錯... 希望可以遇到一些朋友... 如果有人有玩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個PSN給我... 我們可以一起玩... 一起拍片都還可以... 好了... 那我們看回這個... 遊戲啦... 那麼... 擊殺數有成300多... 因為它的怪不斷跑過來... 那麼... 每次呢... 打贏了之後... 就會開到新的地圖... 那麼... 它有計世界排名的... 那麼... 那麼...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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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武器... 技能... 全部都可以自己組合... 還可以自己上色... 那麼... 都是... 一個... 幾個人... 一起玩... 所以它會... 加了很多個人化的設定... 的... 就是... 鑽石... 那... 你可以... 自己可以... 可以... 自己射出來的武器... 子彈顏色都可以調整... 那麼... 技能就是... 看回你自己的角色... 去升... 那麼... 我相信之後... 應該可以換角色的... 不會要我... 用完同一隻角色... 用那麼久... 那麼... 我們選了一個... 護盾的技能... 之後的關... 我們可以試一下... 有... 有... 主動技能... 被動技能的... 點數是分開計的... 就是說你... 不用... 不可以全部都... 被動... 亦都不可以全部都... 被動... 我們試一下... 下一版... 接下來呢... 看看... 雙人的部分... 那... 這裡呢... 隨便... 在我... 朋友裡面的... 那... 這裡呢... 雙人的話呢... 其實... 那... 暫時... 不覺得... 那些怪... 有特別... 加強度... 或者... 增加度... 那... 可以分一下... 兩個人... 如果有了咪... 就更加有趣了... 那... 跟著... 地圖走... 那... 但是... 我朋友好像高等級... 不斷... 殘血... 那... 那... 地圖的位置... 那... 有少少劇情... 其實... 你都不會有時間看他們說什麼的... 因為... 因為... 真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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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so...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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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像... 那... 因為他一群人這樣衝過來 超大壓力 再加上殘血更大壓力 希望不死 好像有胡盾 怎麼開的 立刻開胡盾 我朋友還是滿血 搞錯 他升級等級應該都很大影響 而且角色應該會比較好 去打怪 因為我坦克角色應該 槍好像比較短 有三個角色 之後再試一下其他 幸好死不去 死了應該都可以復活 開始選擇模式 死了之後可以選擇 叫隊友幫你復活 現在才開到盾 另外有個叫極限模式 按了之後 無論如何 你都要從頭去玩過 那個還沒試 但我相信 是很嚴重的 有個秒數 要死手 還有個炮台幫你 那些怪都會排山倒 應該是排隊不斷衝過來 應該說 排隊不斷衝過來 射到你手緣射到你不斷衝 射到你不斷衝 其他角色 三個職業 都會有不同的 有助 但暫時 暫時未發覺到 暫時 再排隊 超誇張 超誇張 我覺得這好像喪屍 更多 他說是變種人 有些外星人 外狼物種 但他比較像喪屍 不顧生死 直接衝過來 大家看到壓迫感 相當刺激 完成之後可以找直升機 我能夠記得落槍 如果有提升 會有綠色箭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先不要太長 現在都會暫時剪短一點 試試反應 因為之前的沒有剪 都是超長的 我相信大家都沒有耐性看下去 這隻遊戲 Alienation 就是今個月 PS Plus的免費遊戲之一 如果要下載的朋友 就盡快下載 假期可以有東西玩 都不錯 畫面 畫面 有中文 各樣 我覺得都是好的 跟昨天的比 畫 各有各特色 我覺得這遊戲 都有四分 因為它是Online 的話 你跟朋友一起玩 因為免費 你不會 那些朋友不能說 要錢我不買了 那些沒有了 就說是免費的 快點下載一起玩 再加上上色 個人化設定 我也挺喜歡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請給我一個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在下面就可以按到這個訂閱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